大家好,我是王爱没想到 把炖豆腐放进滚烫的油锅里 出锅就是一道大硬菜 这个做法真的是太厉害了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块内豆腐 内豆腐吃起来口感比较好 非常适合做这道菜 先给它放入一个塑料袋中 然后给它放在冰箱里 冬上6个小时以上给它冻透 时间到了以后把它取出来 看一下已经完全冻透了 然后放入一个大碗中 往里面倒入适量的温水 摸过冻豆腐 冻过的豆腐化开之后 里面有很多小孔 做出的成品非常入味好吃 放在这里浸泡一会儿给它化开 我们的豆腐也化开了 用手挤一下里边的水分 看一下 里边满满的蜂窝状 先把豆腐放在案板上 然后给它切成长条 再改刀切成四方块 一定要慢慢的切 不要把它弄碎了 切成像这样的小方块就可以了 切好之后 把锅烧热 倒入一些清水 然后倒入我们七号的豆腐块 给它焯一下水 这样豆腐在做的时候不容易碎 也不会有豆腥味 烧开之后 用大火煮一分钟 时间到了 捞出来放入凉水中过凉 这样可以防止粘连在一起 口感也会更好吃 再给它捞出来 放入一个篮子里 控水备用 接下来盘中多准备一些淀粉 再把控干水费的豆腐加进来 让豆腐都浓均匀的裹上一层淀粉 最后像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裹熬淀粉以后 先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调一个料汁 加入一勺番茄酱 少许的湿盐 加入一勺白糖 加入一大勺白醋 加盐的目的是突出甜味 充分的搅拌均匀备用 这样我们的糖醋汁就调好了 接下来把锅烧热 倒入多一点的菜籽油 油温五成热 把裹好淀粉的豆腐加入锅中 豆腐要分散着下 防止粘连在一起 刚下锅的时候 先不要动它 先让豆腐炸至一分钟 炸至定型 等到定型以后 再翻动几下 让豆腐收热更加均匀 中间要用勺子勤翻弄 朋友们视频看到这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用您发色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曾经的动力 感谢您的支持 等到豆腐完全飘起来以后 先给它捞出来 接着把锅中的油温 再次升高到六七成日 把豆腐下入锅中再复炸一遍 这样豆腐的口感才外速里内 炸至豆腐明显膨胀 颜色像这样的金黄色 就可以出锅了 放入一个露篮里控油 锅里留底油 下入调好的糖醋汁 开中小火慢慢的熬 把番茄酱和白醋的酸味激发出来 熬至像这样粘稠的状态以后 再把着好的豆腐下入锅中 翻炒均匀 让料汁都浓均匀的包裹在豆腐上面 这里大家要切记 糖醋汁里面切记不要勾腔 因为白糖熟热以后就会变粘稠 翻炒均匀以后就可以出锅了 放入盘装 再撒上一点白芝麻 好看又增强 一道非常好吃的糖醋豆腐就知道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 颜色非常的漂亮 看着都要流口水了 尝一下 这样做出的豆腐 酸酸甜甜的 口感外酥里内 实在是太香了 因为是动物的豆腐 吃起来有一点吃肉的感觉 口感近到又好吃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就专业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 关注留言转发哦 感谢您的这次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片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您的这次